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 西部边上是低书 以及这条靓丽的风景线 王大人好 你好 你好 周大伯 你好 三位老师好 周大伯今年71了 71 生如红中 不行 您这肤色一看 就是经常会在外面晒太阳的肤色 对 我每天到西部边上去 所以皮肤很黑 我还在睡觉的时候 你已经在西部边练书法了 学技术 我们对我们来说 这不过是一种锻炼身体 能站在西部边上 看看风景 大家学一学 朋友 大家聊聊天 这是最好的东西 当然当然 那么还特别就是碰到像我们在座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都说 周大爷 你这个字写得蛮好 我说我的字不好 但是你们喜欢的话 我十分愿意 跟你们说 对吧 因为我说我的字写得再好 没用了 马上请我去了 你们要写好 对吧 你们先把这个我们的文化的文化的传统 把它继承下去 您说了 在西部边写这地书写了两年了 你一般都写点什么呢 我主要是的是 写蓝亭序 蓝亭序 我的那个王羲之的蓝亭序 它不是字 我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一开始学 就是学了这个东西 哇 这解体非常好 这解体非常好 解体很好 于老师在书法上面也是非常 于老师的字好 于老师你给他写一场 让我学习习习 这样吧 我写四个字 谁能从这四个字里 给我们说一个杭州的故事 我就把这幅字送给他 好不好 不会写色的歌唱家 不是好导师 于老师兴致所致 挥笔写下 十九梅鹤四个字 为现场观众即兴出题 十九梅鹤 能说出来的举手 这么多啊 那个孩子举的最高 好 来 你来说 十九梅鹤它的典故事 其实是一个姓林的 一个古代的学者 然后他在戏户边 有了一个自己的 一个小小的院落 他喜欢的是诗和酒 然后他又在他的院子 里面养了鹤 还种了梅花 然后呢写了一首诗 那他的意思大概是 就是梅花是我的妻子 而鹤呢是我的孩子 答对了 答对了 送给您 老师 太感谢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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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朱大伯 您是目前到这个舞台上来 年龄最大的一位选手 今天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是得说有一本书 难不倒我 对吧 对 对 王希致的《蓝天逊》 来 朱大伯来 先请到答题位 来 来 来 我问一下朱大伯 你准备好了吗 这本书难不倒我 第一题 这是王希致的日记本 请填出这一天的准确日期 答题开始 这个号比较简单 这个是永和九年农历的三月的三号初三 那天呢就是说写了一篇《蓝天逊》嘛 正确答案 3月3日 回答正确 来 我们看看她的这个日记写的 你确定这是她 她当时就是这样的文风吗 通俗易懂 最后那个 关键词都交代得非常清楚 结尾句是什么来着 感觉自己萌萌哒 萌萌不懂 这个就不懂了 我们老年有这个萌萌哒 好像是有点什么意思 有点 你这个是修修哒 还要学习的 把我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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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题过光了 好 咱们马上 谢谢谢谢 来看一下 朱大伯将面对的第二题 面对书法明帖排序题 随说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朱大伯自然把熟到极致的《蓝天逊》排在第一 《蓝天逊》所谓第一个行书那是肯定的 那么后面两幅呢 看看都蛮好的 毫无把握的其他两题 就凭借自己的直权做出了选择 第二 第二是C 第二是C 第三是B 恭喜答对 蒙对了 好 现在顺利地通过了两题 马上来看下一题 请听题 第三题 《书法与酒》 往往是相得益彰 传说蓝亭旭正是王羲之《喝醉之后》的杰作 他酒醒之后又重写了几十次 都没有《喝醉之后》写得好 请问 以下作品是古代大书法家《喝醉之后》的作品 答题开始 谢谢 有这个预定 预定 他的题杆里面是哪些事 不是哪幅是哪些事 我看到是那个B 张旭的古诗 张旭这个您确定是吧 对 张旭的古诗四帖 古诗四帖 好 来 千惠请公布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 B 同时 还有 A C D A B C D 都对 都是 都是 这个 这个题很 我刚才跟郁老师 孟老师 我们三个人在说 这个题相当 朱老先生千万不要在意 不在意 不在意 我本身觉得咕噜寡问 但是呢 有一个事情 我觉得老先生以后可以 可以记一个事 就是这里头啊 赵木甫和苏氏 当然也都好喝酒 但是不如张旭和怀素好喝的厉害 您只要看见张旭和怀素的字 就是喝醉 因为他们就不会在不喝醉的状态下写字 张旭是什么 张旭喝醉了 把这头发浸到那个墨里头 然后拿头发写字 怀素是怎么回事 怀素是 别人一看他喝醉了 立刻穿上白衣服 就在他眼前站着去 干什么呢 就模拟墙 因为怀素一醉了 就往墙上断写 这人穿上白衣服 然后他也看不清楚 就当墙 然后这个字就流传下来了 就跟您刚才那幅字似的 就那样就被打走了 每天玉老师喝多了 我也穿个白衣服沾面前去 答题之路今天就到这儿了 因为这个题真的是挺难的 没问题 没问题 这个说心里话 我能站到这里 我这么大年纪了 还第一次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胜败无所谓 今天我特别看到你们这位老师 特别我们这位老朋友 第二次就上次 对吧 所以我心里很高兴的 对吧 谢谢大家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所以您是衰败有容 有容 以后有机会的话 到西部边上来看我写字